我是本次宣讲会的主持李陆佳 我的同事新媒体负责人刘源 他会负责收集大家的问题 所以等一下大家一边听的时候 对我们今天的宣讲嘉宾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Zoom聊天室里 在宣讲嘉宾宣讲结束后 大约会有10到15分钟的时间 嘉宾将会根据时间尽可能的解答大家的问题 毕业季已经来临 很多海外留学生对自己的个人 以及毕业后的求职发展有很多的疑惑 对于行业有经验的前辈 或有经验的指导有很多的需求 那列屁海外在6月也邀请到了 不同类别不同行业板块的行业领导者 给大家分享一些这样的经验 也非常欢迎大家关注列屁海外的公众号 获取最新的宣讲嘉宾信息 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字节跳动懂音上海市场部项目经理Emily 她在今天将会为我们详细讲解 如何更好地利用海外留学时光 为职场铺路 以及国内时下的营销趋势 那在宣讲结束后也会有独特的内推码 会奉献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关注到最后 那下面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宣讲嘉宾Emily 开始今天分享的重头戏 欢迎Emily Hello 大家好 我是Emily 非常感谢列屁海外这次给我这个机会 能和学弟学妹们分享我大概最近的一些经验吧 从我留学到我入职职场 那其实我目前是在字节跳动上海office 担任抖音上海的市场经理一职 那此前呢我也是在上海澳美任客户经理 所以其实因为主办方之前有跟我说 我们这次的参会者很多都是还在校的一些留学生 然后包括你们中的很多可能都会有近期想要回国的打算 那其实我个人的经历大概就是从国外 然后又回到国内 然后开始了职业生涯这样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近期的一些工作经历啊 包括我之前在海外一些留学经历 可能会帮助到学弟学妹给到你们一些参考和启迪吧 那下面可能请主办方帮我投一下那个PPT 然后我们可能就是今天就是跟大家简单一个分享吧 因为其实我大概入行就是从我正式工作 大概有快三年的时间 其实不算一个特别资深的市场人 但是我觉得自己也从刚刚毕业跨过了最懵懂 然后最菜鸟的那个阶段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的一些就是经验 可能会大家也会有一些共鸣吧 那就是我们先看 那我先来简单就是介绍一下自己之前的一个教育和工作背景 首先 主办方麻烦帮忙翻译 首先其实我本科是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 当时主修的是中文级双语 然后俯修的是管理学 那大家可能就是听上去不知道这专业到底是干嘛的 就其实我本科的专业就业的话有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去做中英文的翻译 另外一个方向其实是做corporate communication 其实就是更偏向于PR的一个方向 然后所以后面我本科毕业之后直接选择去留学 去美国读了研究生 然后最后面是在纽约大学 攻读的是Public Relations and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也就是公共关系及写传讯这样一个专业 然后后面其实我在研究生毕业之后 其实利用OPT的时间 然后留在纽约 然后在一家Boutique公关公司 一家比较小的公关公司 然后做面向 为一些美国客户做面向中国市场的一些 公关和营销的东西 然后大概在我OPT快结束的时候 我大概在18年年中的时候回国 然后当时我就是一门心思在找 就是agency公关公司或者公关公司的工作 所以后面就直接进入到了上海澳美 然后从客户执行做起 然后到后面做到客户经理 然后在差不多去年10月份的时候 然后是跳到了字节的上海office 然后在抖音城市团队 然后现在是在任上海市场经理一职 然后目前其实做的是一些 针对上海本地用户的一些 线上线下 然后一些大大小小的市场活动 那其实我也想初步了解一下 大家都是什么专业背景的 就是大家目前的一个学科是怎样 大家可以在那个聊天 聊天那个对话框里面 就是打一下自己目前学习的一个背景 我看一下可能是不是大家都是 PR或者是marketing背景的 后面其实我可能会讲比较多 关于就是我PR包括我marketing 就是agency方面的一些经历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的一个 就是过去大概 如果算是本科可能差不多快要10年了 那过去这个 我是从相当于高中毕业 我从香港然后辗转到纽约 然后再到后面回国到上海 那其实我做的事情也从我研究生学习的东西 可能是偏传统PR 那到我实习可能更多做的有一些 很多是social media 新闻体运营方面的东西 再到最后其实 做回到agency 其实做的更多是偏向于整合营销 再到现在 在字节其实做的就是比较marketing的东西 那我看到其实现在很多同学有说 是communication或者是marketing专业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今天就来对 其实我就是这方面的经历还是就是比较多的 那其实可以看到 我其实是从我毕业之后 其实一门心思想进乙方 然后锻炼自己 那后面再跳到互联网 那其实中间其实我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 所以后面也可以跟大家再就是分享一下 那就是讲完我自己的一个背景之后呢 就是我就下一趴我来讲一下 就是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讲 如何利用海外的这段时光来为我们的职场铺路 麻烦翻译一下PPT 其实我觉得对于 其实我到了美国开始读研究生之后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心态上的转变 就是其实我觉得可能本科的时候 还是就在想可能下一步就是去继续读书啊 就是挺无忧无虑 但到了研究生开始 可能更多的就是在想 我目前在做的事情 我在学的东西都是在为我未来进入职场铺路 那其实很多的一些思考都是在为后面 就是进入职场来做准备的 那其实我把就是我海外留学 就是为职场铺路的这个阶段吧 我把它总结为后继薄发 那其实后继的话 我大概就是会说三点 第一点其实就是大家理解 可以很简单理解 就是夯实我们的专业知识 其实因为很多我知道很多人 对于留学生的看法 就是你去国外田野生活 可能并不能学到什么真正的东西 尤其是我们就学市场啊 PR这一块的 其实没有那种很技术层面上的内容 大家可能觉得就是每天 干些有的美的 但其实我是想说 我这里想说的专业知识 其实并不是我们在就是学习 就在课档里面学到那些理论啊 或者是案例啊 这些其实我觉得都不是 我们在就是留学时候 可能学到最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反而是一些思维模式 和思考逻辑 那对于我们就是marketing 或者是PR相关的同学来讲 那这种思维逻辑 可能就落到我们实实在在 在职场当中去执行的时候 可能就是我们如何去思考 整个一个市场活动的一个链路 那从最开始objectives 到我们的target audience 然后再到我们面对这些TA 我们要去执行怎样的strategy 然后那用哪些tactics去落地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 一个链路的思考模式 其实思考逻辑才是我们可能 才会被更运用到后面真正职场 或者是我们工作当中去的 那其实我觉得平时大家很多一些写的报告也好 或者是做presentation也好 其实大家就是相关专业的同学应该都可以理解 就是其实我们都是用这样一套 不能说是方法论吧 可能一套去思考的逻辑 去完成整个方案的一个 一个一条链路吧 那其实学习是一方面 但我觉得可能对于尤其是在读研究生的同学来讲的话 我觉得可能广泛的实习实践 是就是我们在留学这段时间 更为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其实我在美国读研究生两年的时间 然后四个学期两个暑假 我一共做六份实习 那这中间的话 这实习其中也包括两家华人公司 然后有一家是fashion PR agency 然后还有三家是就是NGO的组织 那我是其实毕业之前的最后一份实习 是在联合国总部 纽约联合国总部做的 就是public information的那个部门的实习生 那其实因为我是觉得 其实实习呢 其实是帮我们筛选我们就业方向的一个路径吧 或者是一个过程 因为其实在我们广泛的去接触了不同行业之后 才会知道哪些是适合自己的 哪些是不适合自己的 甚至就是自己喜欢做什么 都会在这个当中有所体会 所以其实到我最后真正的进入full time状态的时候 我并没有去选择我当时实习做过那些事情 因为其实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把某些就是工作内容就已经剔除掉了 所以我觉得尤其我们在海外的话其实也是一个积累我们海外工作经历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一定要把实习实践这件事情去把它重视起来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实习不一定也是在海外 因为我也知道有一些同学他利用就是暑假的时候可能回国去做一些 比如说去国家公司实习啊什么 其实这些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如果你未来有回国打算的话 其实很多国内的公司也会给到你就是未来full time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就是我所比较想强调的就是在我们留学期间的一个实习的重要性 那接下来就是第三点就是我有写到说 可能尤其是对于那些想回国的同学 想去做marketing的同学 那我觉得那你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同步其实要追踪和接轨国内的一些热点和发展趋势 那这里其实我简单说一下就是我回国的这两年 我大概18年回国那这两年其实我看到的比较国内吧 比较热门的一些趋势吧 就我直接在这里讲掉就可能简单说一下 就首先第一个是偶像经济 这个我觉得很多大家应该都有所体会 因为2018年的时候其实当时是爱妻的偶像类似生的第一季 那当时其实很多人把2018年称为我们中国的偶像元年 因为就在从那次开始吧 就这三年就陆陆续续的各种男团女团出道 然后从蔡徐坤到今年刚刚出道 余树心啊这些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国内现在这个粉丝的力量 那其实因为现在很多的品牌主也会把他们的消费的受众目标 锁定到95后也就是继续在这个人群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群其实是偶像经济消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主体 所以当时我很有体会的就是当我刚回国大概1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偶恋的男团刚出道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很多品牌主都盯上他们去做一些站台也好啊 就是当时其实这个应该是这几年其实还比较大的一阵风吧 但是可能这是其中的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社交媒体的就是短视频社交媒体的传播 这个其实在我刚刚出国大概在1617年的时候 当时比较主流比较风靡的还是微信微博 尤其微信公众号 当时其实我们基本上每一个做PR做marketing的同学做实习 都就是写公众号写到2 然后后面其实近两年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个趋势 就是在17年开始吧 就是从快手和抖音真正进入中国市场 就是不能说进入中国市场吧 就是在中国崛起之后 其实很多目前品牌方的一个传播路径 已经慢慢在向这种短视频内容来转移 包括其实中间小红书其实也是 就是双微一红一抖 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短视频社交其实还是比较火爆 因为大家在国外其实TikTok应该也是 就是尤其在美国吧 应该还是比较风靡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时下比较重的一个潮流 那其实我在抖音也是很有体会 因为其实尤其疫情之后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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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APP的一个DAU 其实也是有一个爆发性的增长 那这个是第二点我们想说的这个短视频社交媒体 那第三个就是电商直播 我觉得可能这个大家就 我觉得在国外可能确实没有那么深的体会 但是大家应该对李佳琦 都不陌生 其实他们现在已经 其实两年前吧 一两年前就已经开始进入这个行业 但是在19年的时候 其实电商直播这一块 其实是有一个就是更集中的一个爆发 那尤其到了就是疫情这段时间 其实大家可以有体会 现在不管在各平台上面 就是直播带货都成了一个 就是人人都在做的事情 那这个也就是联系到我想说第四点 也就是线上经济 因为在疫情来临之后 其实现在就是万事都可以在云上来做 不管是线上教育 还是说我们比如说在抖音里面 大家有什么云看展云逛故宫就等等 其实很多东西都已经开始通过直播来进行 包括其实我们今天的宣讲也是 通过线上的一种方式来 做到这种信息的传递 那这个就是我想就是简单来讲的一个线上经济 可能是现在国内 我觉得就是风潮还是正盛的一个领域 那最后一个吧 就是可能就是上周刚刚爆出来的一个地摊经济 我想大家应该也都听说过了 就朋友圈也都是炸了锅 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刚开始 后面就是大家在慢慢体会吧 这个其实就是我想强调的一些 就不是强调吧 就算分享的一些可能近两年国内比较热门的一些 就是热点和发展趋势 那其实因为我分析就是简单说这个也是因为 我觉得做市场的同学的话 其实追踪热点的一个能力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我当时进入澳美其实一个最深的体会就是 因为澳美其实是一个很侧重创意的一家agency 那当时很多时候我们脑爆啊或者干嘛 就是这个你脑爆或者你产出创意的一个能力 并不是通过你学过多少知识来完成的 反而是你见过更多的 更多的案例 然后更多相关那些热点 你才会去懂得那些流行语啊 或者懂得现在时下正在流行的玩法 因为其实脑洞这个东西不是大家与生俱来的 其实就是你看的多了 反而就是很多其实市场活动啊什么 你们可以看到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些套路也好 或者就是一些大家都在玩的玩法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见的多了 自然会把它应用的更好 那其实后继这部分我就大概讲到这里 就是想告诉大家 那在我们留学的过程中 就是我们应该去积累些什么 从专业知识到实践 到我们平时信息的一些收集 不管是你平时刷刷微博啊 刷刷抖音啊 或者去看看新闻也好 就是尤其是你想回国的话 就一定要跟国内的一个市场的大环境接轨 那这样子在你回国之后 其实也可以更快的去试上这样一个大的市场环境 这就是后期 那勃发的话 其实我简单讲 就是我是会建议同学们 尤其在美国同学吧 我可能更了解一点 就是大家可以利用OPT的这段时间 去我觉得还是可以先尝试在美国 就是找到一份工作 然后去了解一下海外的一个办公室的环境 包括这样一个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沟通方式吧 然后尤其到其实也是在为你的简历增加一定的分量 因为回国之后 尤其希望进入外企的同学 其实你的海外的留学和工作背景都是会有很大优势的 就是我觉得留学生同学们还是可以对自己的经历非常有自信 那其实这个后继部外的过程 就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去思考和把握一下 那后面继续 我再继续说下一趴 就是下一页 那我会想就是小小的分享一下 当时我为什么回国吧 这个其实我当时前面有讲 我开始在纽约市进入了一家就是小的公关公司 然后其实当时我就是一种感觉 就是做的事情虽然可以算是专业对口吧 但是觉得还是没有什么成就感 就比如说尤其当时其实就是前面写的 就是这份工作其实有很多 社交媒体运营的工作 其实我当时来讲的话 因为实习的时候做太多这种 就是真的是做到 不想再做 包括我觉得就是平台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局限 因为其实我觉得对PR或者是marketing相关 背景的同学 在海外求职的时候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 因为前面我说 其实做市场的话 对创意啊 包括一些idea层面上面的要求还是比较高 那其实对于你自己的一个文化背景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就是所以可能我们相对于local的同学来讲的话 竞争力是会相对较弱 那其实我们在国外的一个求职的天花板也会比较低 那所以的话 其实我当时回国 第一个我主要看中的也是国内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 另外我在国外可能是一家小公司 那其实我回到国内 其实我会有更大的平台 去让我去可能施展更多的一些技能 那包括 其实回到国内之后我有深有体会 就是其实生活其实是 我是觉得其实更加便利吧 就不管从外卖的种类 还是说就等等细节 包括其实现在我也是在某些地区 可能就是整个的政治环境也不是很稳定 所以其实我觉得相对 在国内工作的话 我觉得目前的状态还是比较舒服 那但其实凡事都有两面性 但回国工作其实也有很多弊端 比如说我最有体会的就是工作强度层面上面的 因为我回国前后都是在agency 虽然就是大小有差别 但做的事情其实怎么说 都是其实很多细节执行的东西 那回国之后 尤其是在国内的大城市 其实工作的强度是很大的 就是加班其实很严重的 尤其是想进入就是agency以方的同学 其实有 其实甲方市场部也很忙 所以就是工作强度这个 其实大家应该是可以想象 尤其我看到其实我们现在群里 应该也有一些学CS 还有data的一些同学 那可能你进入互联网之后 加班其实可能程序员 比市场的同学还要更严重一些 所以这个其实大家可能也都有所有耳闻 因为其实相对来讲 我觉得国外的生活还是会更安逸一些 那国内就是虽然你的机会更好 但同样你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工作压力 那包括其实刚回国的同学来讲的话 可能生活成本也是在大城市的一个 压力比较大的一个层面 其实因为生活的性价比来讲 可能我要付出更多的房租 然后更多一些生活成本 就是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小朋友来讲 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压力 这个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回不回国 其实是两面性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帮助同学思考 就是你要去思考你自己想 未来的一个生活状态 包括你的一个职场路径是怎样的 如果你比较喜欢安逸的生活 那我觉得可能国外更适合你 那如果你想就是趁年轻的时候 拼一拼 然后呢在后面职场可能希望去到更大的平台 那我可能会比较建议 我们可以再去回国来尝试一下 就是新的机会 我看到有人在问 请问一下比较忙 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我其实大概 我其实现在到自己反而还好 那么一丢丢 但是当时在澳美的时候 基本就是每天十一二点下班吧 就是每天这个状态 就真的最忙的时候 可能凌晨四五点的时候也有 因为其实agency 我后面走的话 我后面也会提到 我为什么离开agency这样一个原因 就是大家其实对这个要有心理准备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 我的经历其实还是属于 比较忙的一个就是领域吧 因为做乙方 做互联网其实都是 大家有目共睹的一些 比较加班比较严重的一些行业 那有一些甲方的话 据我了解 其实生活也是会比较滋润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 普遍在大城市吧 加班还是一个常态的 然后我看到大家有些问题啊 有一些就是非 就是普世的问题 我晚一点再解答 好的 那下面 我们进入下一个板块吧 然后就是下一个板块就是 我会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进入agency 来开启我的职业生涯 因为对于我们学PR 或者是学广告 或者是学marketing的同学来讲 其实大家也知道有很多的就是 4A大厂包括公安公司和广公司都有很多有名的 其实当时在学习的阶段也是可能澳美 比如说他其实开始就是我的dream company 那首先我在实习的时候是有去到agency来工作 那我当时最看重的一点 其实是比较多样的一个客户类型 因为其实如果你进入甲方啊 可能就是你做这个产品 你就会一直做这个产品 那在agency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接触到不同类型的客户 比如说我在agency期间 我有接触到食品快销的客户啊 美妆的客户 餐饮的客户 科技类的客户 其实他们做的事情呢 也都会不太一样 那他们就是客户本身也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做起来 每一个case都是新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在尤其刚出入职场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你到底想去深耕 哪个领域的情况下 agency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是因为你可以去了解到不同的产业吧 就是不同的快销是怎样的呀 美妆是怎样 他们各自的玩法有怎样的区别 可能在agency你可以更这样广泛的去了解 那现在的话 另外就是我觉得工作内容会更整合 这个原因就是 其实现在国内吧 国外我不太清楚 但国内的话 不管是公关公司还是广告公司 这些传统的agency的话 其实都在向一个整合营销的方向来转变 比如说澳美的话 它原本是分澳美公关 澳美广告 澳美互动等等 但是在17年底的时候 它进行了一个大的整合 这个其实也跟行业整体的一个萎缩 我就直说就是它可能现在广告行业其实是在一个下坡的一个状态吧 其实也是就是促使他们去做这样一个整合转变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现在把这些业务板块都合并到一起 然后就是以整合营销这种形式来去接 而不是来分职能去接不同的客户 那其实所以我在广告公司的时候 我在澳美的时候可能做到的事情 既有传统广告 就是拍TVC啊 去拍平面广告 然后也有做传统公关 媒体关系的事情 也有就是social media 去运营双V 然后去找一些KOL 小红数KOL合作的事情 然后包括后面很多快销的品类 会有电商活动 那电商活动期间 帮他们做一些站内站外的宣传 然后再到一些线下的发布会啊 线下的一些录业啊 这些其实你在 我不说其他公司吧 你在澳美其实通通都可以体会到 因为你接的不同的客户 他们的一个营销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那现在在这种整合营销的一个agency里面 其实你可以接触到marketing领域 你几乎是可以执行到的所有类目吧 可以这样讲 所以其实我在澳美大概是一年半的时间 我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 我从一个就是完全没有 没有做过这些事情的一个小白 然后到我可能每件事情我都去经历过 那其实这样子 我其实对整个整合营销marketing 会有一个更大局的一个认知吧 就是我会知道那 呃 站内站外线上线下 我应该怎么去联动起来 因为就是尤其是做这种整合权案 其实是对你就是一个全局思考 一个很好的锻炼 那这个就是更整合的工作内容 那第三个就是更强的业务和抗压能力的锻炼 这个其实也是我前面说的 其实agency的工作节奏很快 而且它就事情很多 那其实对你自己的一个multi tasking 包括你的一个抗压能力的锻炼都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在澳美的第二大收获吧 就是我觉得我可以说我从澳美出来之后 我拥有了一颗强大的心脏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 我其实是做客户经理的职位 所以就是涉及到多方沟通的一个职能 那就是和人沟通就是难免 就是有很 就是其实是客户经理其实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角色吧 就不管是哪方有问题都会来找你 那你中间如何去解决 其实也是对你自己的一个能力的训练 那这里面我插一句就是 大家可能对目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之前在管公司 或者是管公司实习的经历 那我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目前agency内部的一个架构是怎样的 就是职能上面基本上是会分三种 第一种就是account 也就是客户经理 客户执行就是一个内部外部沟通 衔接这样一个角色 然后可能会负责上传下达 包括对整个项目的一个进度把控 有点像类似于其他公司项目经理的这样一个角色吧 然后第二种就是creative 其实就是创意 那创意的话在管公司有两个分类 基本上是copy和art 其实就是文案和美工 那就是有的是做画面的 有的是写文字的 还有第三个就是strategy 也就是planner的角色 做策略 那这个其实的话就是会为我们一些campaign去产出一些策略上面的支持 那具体这三种角色其实是会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体现了不同的技能点 那在工作的链路来讲的话 基本上属于我们的客户会把他的一个需求的brief下给我们的account 那account会根据客户这个需求去内部安排这种人力 然后去搜集一些相关的资料 然后给到我们的creative和strategy 然后就是这三方来合作来去完成客户的这样一个需求的一个方案 那其实当中的话 其实account的话是用来去衔接外部的客户和内部 包括内部去衔接我们不同的team 那creative和strategy其实就是 就是他们两%的内容其实会紧密的就是联合在一起 然后来去给客户产出这样一个 就能让客户buy in的一个方案 那大概的一个架构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可能有一些在agency实习过的同学可能会比较了解 但是可能每一家不同agency 可能内部结构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区别 但是大体大的行业来讲的话会是这样三个职能的分类 那其实想去进入agency这些同学 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技能点来去看自己去进入哪一个职能 去投递哪一个职能的岗位 那最后这个这一趴呢 我最后可能讲一下我为什么离开agency 首先前面也讲过就是工作负荷的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点其实也是更壮的一点 我是觉得就结合我在就是之前两年在agency工作的一个感受 其实我觉得广告和公关公司来讲呢 做的事情其实是属于市场营销整个大的链路里面 比较下游的工作 就是我指的这个下游可能是因为我们更多的可能是 接到客户的brief之后呢 去根据客户的需求来进行创意发展啊等等 但多数情况其实我们并不清楚 就是品牌它到底今年整体的规划是怎样 那为什么要主推这个单品那品牌方到底它的决策逻辑是怎样 所以多数时候其实很被动 那我当时其实是更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个全局观的去参与到一个品牌 或者是一个产品的成长过程当中去 然后可能希望未来可以以一个决策者这样一个身份去引领产品的成长 然后可能这个其实是我当时离职 然后希望从乙方这样一个角色去转换到可能更偏向品牌方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后面其实我从澳美其实我是裸辞的 然后我就当时找工作的主要是两个方向 一个其实就是传统的甲方 也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些美妆品啊 一些快销品的一些甲方的就是市场的职位 但其实这个其实对于这些agency经历同学来讲 其实是有一点吃亏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甲方的大厂 他们其实是更喜欢也更倾向去从其他的甲方 就是要以前有甲方经历的同学 因为很多这些甲方的就是管培生啊什么的 其实都会在行业里面就是 基本上你入行人甲方后面也会这条路一直坐下去 那以方来讲的话相对还是有一些的弱势 那第二个就是我投了一些就是互联网的机构 那其实当然字节其实也是比较巧合的一个机会 因为当时我在找工作的那个阶段 刚好字节在上海抖音的团队是 抖音的市场团队算是刚刚就是 城市端的市场团队刚刚组建起来 所以当时就刚好是有拍康 然后我就通过就是那样一个时间 就是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就进去 然后现在下来也差不多有七八个月的时间 那那我们就其实就后面就误打误撞吧 然后我就进入了字节 那就后面就想再简单分享一下 那在字节跳动工作是怎样一个体验 可能那个主办方可能帮我再翻一个PPT 然后有一个小小的抖音上面短视频 然后因为就是就是我可能也没有什么 就有点懒不想去概括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看一个一分钟的小视频吧 让大家稍微感受一下自己的氛围是怎样的 声音可以放穿 主持人声音可以放一下 主持人声音可以放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可能那个刚才这个视频应该变成定格画面了 因为可能就是网络的问题 就是可能但大家就是大家感受一下 大家可以去抖音上面关注字节君这个账号 然后里面其实有很多关于字节的一个氛围的一个讲解 那其实吧就是那下面一part可能我会简单说一下字节 那就以下部分完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公司 因为其实也不是公司官方授权我过来讲的 所以我就大概就是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吧 就在字节的这七八个月 可能我会用几个词来概括它 其实刚刚视频里面展示了一些就是字节北京office的一些画面 那大家可以首先看到的是其实团队的年轻化 因为其实现在字节里面多数的小哥哥小姐姐 其实都是90后居多 然后尤其我身边很多95后都已经就是应届毕业生啊都也很多 然后其实比如说上海总部的那一大动物楼 我们的平均年龄可能都不到27岁 那其实这样一个年轻化的工作氛围 其实就是整体感觉是非常有活力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在视频当中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国际化的友人 国际友人因为其实字节现在在全球 有150个国家和地区都有office 那一共差不多有超过6万名员工吧 然后就是前面可能有一些同学不是很了解字节跳动 那我大概先就是在中差一个小小的介绍 那其实字节跳动它是成立于2012年的3月 就是今年刚好差不多是8年8周年 然后它旗下其实拥有很多在全球都有很有影响力的产品 然后其中就包括今日头条啊抖音啊 西瓜视频然后飞书 还有抖音的海外版TikTok 然后还有飞书的海外版Lark 然后等等 就其实大家最近就是可能生活当中也会用到很多 就是字节的产品包括什么青岩啊 然后皮皮虾懂车地等等就是产品特别特别多 然后那它现在一个国际化的一个进程很快 因为张一鸣就是我们的CEO 其实也是在今年的时候刚刚去成了就是卸任了中国的CEO 然后去成为了就是全球的CEO 也是其实字节现在也是在往国际化的一个角度来发展 其实它是在互联网公司里面 其实算是国际化走的比较远的一家公司了 因为它其实相对来讲比较年轻 但是现在它的产品已经在海外很有影响力 那就是这个它的国际化 那第三个呢就是它的扁平化 因为这个其实我体会比较深 首先就是你刚刚入职的时候 你发现就是内部其实大家都是以同学相承 就是我们不允许叫老板啊或者是哥啊姐啊这种 就是其实大家都是同学 那这种扁平化的管理其实也体现在我们 不知道我们团队里面 除了我直接的leader 可能其他人具体是什么title啊什么级别 都是大家都不知道的 然后其实更多的是以项目的一个机制 然后项目组里面谁去做PM 然后谁去来辅助执行 就是更多的是这样子 那每个人其实都会有去展露头角的一个机会 而不会受制于你的级别啊或者你的资历 其实这个是我内部的系统也看不到title的 对的看不到的 我看有同学在那个群里面问 就是这个其实只有你的leader能看到你title 还有你的HR能看到你title 这个其实我们对外都是包括对内都是不透明的 然后另外就是内部的流程和沟通很便捷 便捷化 那第一个最大体验就是前面有说自己也有一个产品 叫做废书 那废书它其实最开始是作为我们内部沟通的工具 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互联网之间 其实都会有一些利益的竞争嘛 那其实我们自己用微信啊或者什么 其实也会怕其他公司有一些信息的捕捉 那我们其实就用废书来作为这个内部沟通的一个工具 其实它我的体会来讲的话 我是觉得它比钉钉啊或者其他的软件都要好用 而且其实这个废书 尤其我们内部的版本会承载很多我们内部的一些流程上面的一些功能 然后里面其实会有很多值班号 比如说HR值班号啊 行政值班号 IT值班号等等 就是你生活就是工作当中那些琐碎的事情 其实你都可以通过找值班号来解决 其实值班号有点像我们内部的一个客服 就是你有这种有的没的的问题 就可能也不需要上趟楼啊找HR 你可能通过值班号就可以去问去解决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 其实我们废书里面你可以查到公司所有人的一个 就是你可以找到公司的所有人 就比如说你可 我在上海的话 其实我可以找到美国的谁谁谁 然后直接给他发废书的信息 就其实这个内部整体都是打通的 然后其实我也可以看到对的有点像slack的 然后就是其实是工作的一个协作软件吧 然后包括钉钉啊slack啊 还有很多那个企业微信啊 其实都是类似的东西 但其实我觉得飞书的一个体验是更好的 然后在我就是其实公司有一个非常 内部有一个非常强大的Viki知识库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业务工作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遇到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 那其实因为大家每个个体都很忙 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个就是不成文的规定 可能就是有问题都是先自查 可能我们都通过内部的一些Viki啊 什么很多的那种自查文档 可以找到一些我们想去了解的一些答案 那如果找不到的话我们会去找值班号 那值班号再找不到的话 可能就会找到一些定点去找到一些负责的同学 那其实内部这种流程其实是很有效率 而且很方便很便捷的 就基本上一个废数都可以搞定 那再往下说的话 那福利的话 其实大家对互联网的福利也都大概有所了解 那字节的话呢 首先就是小的福利就简单说说 就比如说他有免费的三餐 然后包括零食啊下午茶等等都有 然后有大城市的话 就是如果你住的离公司近的话 会有一些住房补贴 住房补贴 然后那像其他互联网一样 平时健身啊娱乐的一些设施 在你的办公楼里面都会有配备 然后各种节日啊都会发很多那种有的没的小礼物 就是其实会就是平时怎么讲呢 就感觉公司这个文化给你很多仪式感 然后也会就是给你很多就是归属感上面的东西 包括其实我们内部有一个叫做头条圈的一个 一个算是内部论坛吧 然后就也是承载在废数里面 然后每天就像刷朋友圈一样 就是也很欢乐 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讲 我在自己的工作这半年多吧 就是整体我觉得公司的话还是很有活力 而且我觉得很有就是文化 就是公司文化的这种熏陶很深 然后整体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最近的发展速度也很快 很多岗位也在大量的扩招 所以我其实还是比较推荐 我看一下有同学在问 上升空间和上升速度方面 那我大概再说一下就是review的一个机制吧 就是每年大概是有两次的review 是三月份一次九月份一次 然后因为我们其实是360绩效评估 意思就是说不仅是你的leader要去评价你给你评级 那你跟你合作的同事也会给你评级 包括你跨部门合作的同事都会对你进行一个评价 那这就是所谓的360就跟你有接触的 可能都会被邀请去评价你 那其实我们也就有一些同学也可以去主动去评价某些人 所以这个其实上升的空间和速度的话 其实我觉得上升空间还是蛮大的 速度的话就看你自己了 就每次评级其实都会有一些晋升升级啊 或者升title的一些机会 那就是大概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子 那大家可以希望了解更多的话 就是有一些官方路径可以去查看 一个就是刚刚前面有说 抖音里面有一个叫字节君的账号 然后微信里面有一个叫字节发的公众号 然后还包括还有字节跳动招聘的公众号 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然后可能可以了解更多的一些工作 就是公司一些历史啊 包括目前的一些产品的情况 那最后最后就是前面那个主持人有说 今天也是就是把我的内推码带来了 然后就其实在最后一页 这里面有两个内推码 然后呢公司其实是为了保护 就是同学们的一个隐私 包括也是帮助内推的同学 节约这样一个流程的时间 所以直接就是每个人会分配这样一个内推码 那这个内推码 其实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扫它 从这个二维码扫进去的这个路径 就其实是我的内推路径 那就大家不需要把简历给我 直接通过这个链接自己去投就可以了 就我在后台其实也看不到你的简历 其实也是保护你的隐私 就我就也不需要了解你这些背景啊什么的 然后这些现在是有两个内推码 左侧的这个是校招的内推 然后右侧的这个是射招的内推 然后这两个这两趴其实都有实习的岗位 实习和内推的岗位 内推和直接往生的区别就是我们内推的话 HR是会优先去查看内推的简历的 其实就是你简历被筛到被看到的几率会增加 就是HR肯定会优先看你的简历 那就是这个不会保证你后面会有什么 就是什么减免面试的资格 这种是没有的 只不过是在就是简历 就敲门砖这层会比别人可能会更快一点 那现在其实我的分享差不多就是这些 然后我们时间也快到了 那我们要么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群里发一发 然后可能路加这边帮忙整理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同学们有什么共性的问题 然后大家做一些简单的解答吧 好的 好的感谢Emily给我们的分享 她很多个人的职场经历 包括澳美和字节的一些工作体验分享 相信也会对我们今天来的很多 正在积极寻求工作机会的同学有一些启示 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把这个问题 发到Zoom的这个聊天室里 然后我们收集起来看到 然后嘉宾会来这边回答 有人问六个实习的timeline 其实就是我四个学期嘛 然后暑假的话两个暑假就是 第一个学期的一个暑假 第一个学期是暑假嘛 对 就是每一年结束之后不都是有一个暑假 包括毕业的那个暑假 所以其实就是六个时间点 有人在问就是投岗位的优先级 对的 这个其实就是感谢这位同学提的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很有用 因为这个也是我前面想讲的一个 就是你投这个内推路径 包括你投其他公司也好的一个 投地的注意事项 就是首先这个内推你是可以投 很多个不同的岗位 但是其实公司内部是有一个这样的流程 就是如果你的你投地的这些岗位 其中的一个被某一个HR锁定了的话 那其实你其他的岗位是没有办法同步来推进的 也就是说其他的岗位要等你这个 你目前被锁定的这个岗位有了结果之后 才能去move on 那也就是说大家在投地的时候 一定不要投那种自己肯定不会不想去 只想试一试随便投一下的那种岗位 因为万一你被这个岗位锁定 甚至是有了结果的话 那其他岗位其实都不能同步进行 那我觉得其实在其他的公司 应该会也会有类似的逻辑 就是你投地多个岗位的话 那你一定要有一些就是筛选 就不要就是看到感觉自己能做的就都投 因为这确实会有一些 可能会把就是把你最想去的工作给 那个就是miss掉 所以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注意事项 就这个这位同学提的问题非常好 对我在学习中的时期 都是自己在外面找的 就是不是校内的工作 都是外面的公司 然后前面有分享过 我其实第一份是 也是当时刚进纽大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学姐 然后在那个新生 那个开学室的时候有个演讲 然后当时他刚好要招一个实习生 然后我就去了 然后他当时那个公司就是一家 career coaching的一家公司 然后当时是在里面做marketing assistant 然后做一些新美体的工作 然后后面 还去了另外一家就是华人的一个传媒公司 然后在后面去了一家 就是local老美的一家fashion PR agency 然后在后面是我中间做了一个远程的 就是北京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一个 就是策划的一个实习 然后最后最后的那个联合国的也是有同学内推的 所以其实就是 其实大家在找实习 把我找工作的时候 其实内推是一个非常便捷 也是非常强的一个路径 因为其实包括我觉得在美国的话 其实内推也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操作路径 这可能是会比你自己就是海头啊 来的更有效率一点 所以大家也去多多关注一下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资源 然后还有什么问题 他说请问如果本课不是marketing或者PR major 会有什么影响吗 这位同学你本身是学什么major的呀 其实我的感受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资深的消费者 那其实marketing和PR来讲的话 尤其是marketing吧 我觉得可能如果是其他专业转过去的同学 我觉得应该问题也不是太大 美术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可以 我会比较建议 其实你可以先从agency的creative做起 因为前面我有说到其实 广告公司啊都有这种art的一些岗位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其实是可以接触到一些权案的一些操作 然后从中可能可以去了解一些就是更偏市场执行册的一些做法吧 但是我觉得其实市场来讲的话还是一个相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文科的专业可能相对于就是CS啊这种比较偏技术类型的工作其实都是相对来讲更好转行的一个领域吧 然后美国找工作的方式 就是前面有说第一个就是先去看看有没有朋友内推的机会 然后第二个其实当时也是在linkedin啊 包括一些官网上面 还有什么indeed的呀 还有还有什么 我不知道现在猎品海外是不是也有就是类似海外这种工作 其实也是跟多数能找工作路径差不多吧 就是首先内推然后后面就是一些求职网站上面海投 但是就是可能内推的几率会更大一点 然后还有同学问自己内部可以转岗吗 加班是否严重啊 自己内部是可以转岗的 包括你也可以转城市 就是因为其实我我自己所在团队就有同学是从武汉转过来的 然后这些都是可以的 就是只要你你目前岗位的leader然后同意 然后你再去面试其他的岗位 然后对方也同意你转那就OK 加班是否严重这个其实我觉得要看不同的team 包括不同的职能会有很大的差异 就是其实比如说在互联网公司的话 肯定是程序员啊偏技术搞那些同学 他们的工作符合是会更更强一点的 字节跳动管培生或者entree level 大概的薪酬待遇这个其实我没有办法说 因为一个是真的是根据不同的职能差异会很大 就是实话讲市场职能的话 跟技术员程序员的薪资水平肯定是会差很多的 但是大概的话你们可以去什么看准网啊 什么上面去找找看会不会有人分享这种 但是我们其实有能够薪酬这种东西 一个是大家互相都是不知情的 然后可能每个个案也会有很大的差别 最近投了很多字节的简历会不会被拉黑 这个应该还好吧 但是就还是我前面说的不要乱投 目前在甲方marketing的话 在自己有哪些岗位比较对口 我觉得那个你可以通过我的二维码去看一下这些相关职位的JD 因为我觉得其实marketing的话整个大的门类就是我觉得其实是互通的 就是你可能用到快销上面的一些玩法 在做互联网产品的时候也是有很大借鉴意义的 只不过你自己做的产品不同 可能会根据产品的一个情况去做一个更有针对性的一个分析 但是我觉得思维方式 还是我前面说的思维方式其实是都是类似的 请问一下自己内部的职位级别架构分几个级别 就具体分几个级别 就是往上的话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我们跟阿里和其他公司也不太一样 然后我们不是说P什么GMG这种我们就是数字 比如说刚入职的你就可能是1-1 然后你有一些一两年工作经验的你可能是1-2 然后再往上2-1 2-2这样子 然后反正也是会根据你之前的一个背景会有一个评级 那然后每次review可能会有一些级别调动的一个情况 陆佳你这边有看到什么共性的问题我可以先来说一下 好的我这边有收到后台有同学提问就是如果想做PR或者marketing在国内选择企业的时候 然后想问一下从您的角度看有没有什么比较推荐的企业是在对于这种刚入职场的学生会有比较大的能力的一个提升 你是说在国外吗 在国内 在国内是吗 对 其实吧 虽然我在那个agency吃了比较多的苦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会推荐大家如果对于行业可能还比较迷茫 不知道到底应该进哪一种甲方或者是哪一个领域的话 我还是会推荐大家先去尝试去agency来就是做个一两年 因为前面有说其实是对你能力的一个多方位的锻炼 然后就是你可以接受到不同的客户可能在这个阶段你就可以去甄别你到底想做哪一个领域哪一行包括哪一类产品 会有一个比较广的一个认识 然后另外就是因为我到了字节之后其实我体会比较深 因为我现在的同事有一些是乙方出来的 有一些是互联网出来有一些是甲方出来的 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市场策划能力来讲 我觉得agency的同学就是我觉得其实还挺明显的 就是agency同学他的思维方式包括他的一些策划的能力 其实是我觉得是比乙方出来的 甚至一些互联网出来的同学会相对更强一点 因为其实他们受到了更多的一个训练 然后但是我也不是说就是甲方就不好或者怎样 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也跟你进到哪个公司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开始比较迷茫的 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可以去agency去锻炼一下 但是其实agency也会有一些弊端 比如说尤其entry level的话薪资会比较低 然后压力会比较大 然后这可能就是你要跨过最初的一个坎吧 但甲方的话其实我觉得有能力的同学 我还是比较建议如果你可以在校招的阶段 就直接进到甲方去做管培生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捷径 就是因为你就前面我有讲其实甲方他很就不管是你跳槽还是什么 其实甲方都还蛮喜欢招就是其他甲方的这种管培生出来的人的 就是这个可能如果你讲管培生路径的话 一个是你会对这个企业有更就是不同层面的理解 因为你会转岗就是会轮岗啊 然后你会去了解不同部门的一个运作模式 你可能对这个公司啊 包括对这个行业可能都会有更深入的一个认知 那就是可能会比其他单独招进去这种 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体验 包括你的晋升路径可能会更明确 好的 然后今天我们这个宣讲的这个时间应该也是快到九点了 然后看到这个聊天框里面还有很多同学在提问 如果没有被回答到问题的同学 如果你依然有问题 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继续提问 然后我们这边会收集一下大家的问题 然后反馈给这样 Emily也可以在群里在这个跟大家互动 然后刚才有看到同学在问说 在美国求职有什么方法 那在这里也可以给大家安利一下我们列拼海外 那列拼海外是全程为大家服务春招和秋招 然后我们都会有很多岗位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海外网站 以及我们的公众号列拼USA 那我们在六月份也有一系列的线上活动 然后每周都会有嘉宾宣讲 以及在六月份我们会推出我们自己的一个招聘会 我们对C端学生也是完全全程免费的 然后欢迎大家来参与 好 那本场的一个活动基本上就接近尾声了 如果大家接下来有问题 还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继续提问 然后我们这一次宣讲的一个录屏也会在过几天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或者群里 也请大家及时关注 感谢同学们的参与 也非常感谢Emily今天很精彩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Emily老师的分享 那到这里我们的活动今天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